這次在樓上才開始拍 樓梯直上這裏就是洗手間 其實剛才我看了樓下的 我待會補拍片 其實整間房子都很好 整間房子可以保養 業主是2019年買的 這裏是主人房 因為這裏有電視的東西 所以後面會比較大 正常的床應該是在這裏 主人房這裏就是看後花園那裏 再看一次 好 接著再改 旁邊這間房 就是洗手間 其實這間房子真的不用再收拾都可以的 真的可以直接進來住 本身的裝飾都挺漂亮 這裏還有一個櫃 電視器在這裏 場角也沒有 流水的痕跡 水印 烈痕跡那裏也沒有 那這裏就是對街的 小朋友這間房 在前面 是地毯的 然後這間也是小朋友房 現在也是全地毯 這間房子 這裏有少許 應該是油漆油 但也沒有什麼大影響 好美啊 這裏就是看街的 這裏如果放一個 單一層 可能可以 但是雙層就比較穩 這裏是有一個 應該是洗手機 還是櫃 是櫃 櫃 對 所以它就放了一塊 出來 可以開來做書房 門也是實心門 來的 對 不錯 所以我正在錄製影片 可以嗎 我正在錄製影片 可以嗎 只是給評論 可以嗎 對 這裏是個廳 這裏是個廳 連著廚房 一起 都很闊落 因為它可以 其實這裏放到一張L-shaped 的梳化都可以 那就是 對著街的一邊 那裏還有一個 那裏還有一個 Under Stair的Storage 這裏就是Kitchen 放到一張六人桌 其實八人桌都放到 希望你看到這裏還有很多位 對著家庭那邊 那廚房也有separate的門 那就不怕油煙會供出來 這裏不錯 這個位置就夠大了 放雙門大雪櫃 我喜歡這個 那裏還有Oven位 洗機 看看有沒有洗碗機 那他們應該是沒有洗碗機的 對 也是Storage 就是這裡 那我們出花園看看 這間屋的保持也做得很好 也很新的 OK 那我們現在看看外面 嗯 嗯 那些洞也不錯 對 沒有看到有很大的裂痕 或者什麼 那他們就選擇了在這裏 放了一個 外地的房子 蠻好 然後這邊呢 又放了一個dining table 那這裏有個小的閘 就有一個小朋友的遊樂場 這裏還有一個閘 可以困著小朋友在這裏玩 然後可以煮飯 挺漂亮的 那些東西做得很骨子 那雖然小小一點 就真的是 麻雀衰小 五臟俱全 這個fence是有點難的 在左邊那裏 有少少舊 但是這些都很少問題 那這裏 其實他也有做一些太陽燈的一路 那裏 那裏 這裏有兩棵樹 做了一個檔千秋 那個fence來到這裏 那裏 如果連那個garden小 其實這裏 可以一直鋪草皮鋪到這裏 獨獨都OK 可以踢到球 是 對 是 和你看到旁邊那裏 因為呢 他的 車房呢 現在呢 就是 用了來擺一隻狗 因為那隻狗的尺寸 很大 所以我們今天就進不去看車房 那現在他也是用來做櫃 那這裏有一個小的櫃 嘩 那隻狗在這裏 狗在這裏 再看 還看見 這裏 是有道門 可以進去 可能住在那裏